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主持人Seline 感谢所有关注这个栏目的所有朋友们 好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新车的选择 但是在正式进入到主题前呢 我们首先回顾一下上一期节目当中的这个政策内容 麻烦您先跟我们讲一下 好的 上次就像刚才我们主任提到的 上次我们主要为大家介绍了 加州政府刚刚推出的新的这样一个政策 就是在7月1号起 旧车换新车的最高奖励金 将要从9500提到12000 这是个非常利能整份的一个消息 但是在这过程中呢 我们收到非常多的来电咨询 大家对这样一个计划的还是有一些比较不清楚的地方 所以我们今天把它简单的来梳理一下 第一个这个计划的 它我们简单讲 大家就是说旧车换新车奖励金计划 英文叫replace right 它的整个计划呢 大家通过这个看到的 就是一个政府的一个环保计划 政府的承诺是 如果你愿意放弃你污染严重的脑旧汽车 并且符合地区和收入的要求 你将获得一笔政府的支柱金 作为你购买新车的首付 何者是变为交通的代金券 这是我们上一周讲到一个旧车换新车的政府奖励计划 我们稍微回顾了一下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最新的申请资格 就是大家比较关心一个问题 就是我能不能够申请 我的申请资格是什么样的 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也是大家最最关心的 首先关心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今天来回顾一下 这个一个申请资格 它是由哪方面来组成的呢 当我们提到最多的是车 但是在实际中呢 这一个申请人的资格是由三个条件组成的 我们通过我们的画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 第一个是关于旧车 第二个是关于你居住所在的地区 第三个是你的报税收入 当然这要如果我们细化的话 就可能会更多了 最难大家感到欣喜的是 旧车的年限从2007年开放到2011年 而居住的地区是要以准确的邮编号 就是ZIP Code来决定 而报税的收入呢 也是有令大家欣喜的部分 它是用了调整后的一个收入 所以如果你想了解更详细 更精准的这样一个评估 请与我们联系 是的 那其实我们刚刚大概就三大块 一个是2010年之内的旧车 第二个是你的居住地区 第三个是你的报税收入 但是呢 由于太多就没办法展开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刚刚屏幕上的这个二维码 您可以去扫描二维码 去联系我们的这个团队 然后他就会为你们去详细解释一下 到底你有没有资格去申请 但是有一个也很重要的问题就是 你说刚刚说最高的价格是一万九千五百块钱 那么多的钱是怎么算出来的 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第一个呢 加州政府官网就说 如果你符合这样一项资格 从7月1号以后 你的申请呢 可以获得最高 一万二的这样一个资助 那为什么一万二跟一万九千五 它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 这个区别呢 也在于政策的一个应用 就是按照政府的这样的一个规定呢 另外联邦对于更换新的人员车 还有一笔首富支柱 就是七千五 电动车的这个补税退税 对这样一个七千五 这两项都是用于新能源车直换的一个首富支柱 所以他们是非常完美的一个叠加 明白了 所以简单来说就是我们这项新的政策 事实上呢 这项政策最高是一万二 但是我叠加这个七千五 所以就是变成了一万九千五 这是我们政策的一个应用 灵活应用 那所以具体能够申请到多少钱 其实还是要交由您和您的团队 来为他们去计算一下才可以 对吧 是是就像我们提到的 关于所有的政策 我觉得最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精准 还有一个的就是一个精湛 这两个是确保它闹地的一个很关键 精准在于你能够非常精准的能够解读 理解和解读政策 而精湛的就是你有那个实战的 丰富实战的经验 你能够把这个政策服务到有需要的居民 能够拿到结果 我觉得这两点对一个专业的服务是缺一不可的 明白 那我们刚刚也了解就是又回顾了一遍 我们旧车换新车的这个流程跟政策嘛 那好了我现在想换新车哦 那想请问一下您换新车的话 我有哪些比较好的选择吗 这是不是这个新车的类型 其实政府有规定 还是说您会推荐一些比较好换的车型给我们呢 这也是大家非常踊跃 参与同时也是有一些顾虑的 说政府给这么多钱 他到底规定我们买哪些车 这些车是一个大家都很乐中的车 还是一些不怎么好销售的车 对特别想知道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 其实这也是今天我们来到这里 要为大家来解开这个密谍的 我们今天的重头戏 好我们就来讲 根据了我们还是所有的答案 我们都要回到政策里面 这一项政策的政府规定 就是在7月1号以后申请的车呢 它只能用于购买三类车 第一类呢就是叫Plug-in Hybrid 第二类呢就是Battery 那个EV就是电 第三个呢就是Fill Cell 还有一个我们在我们的屏幕上 看见一个Hybrid 准确的来讲呢 就讲7月1号你所获得的 这样一个支柱金 只能用于外插电视 这种电车 这是第一类 第二类呢就是常规的纯电车 第三类呢就是轻汽车 这是比较专业的说法 平时大家也就讲的是轻汽车 好那为什么我们在这里 也谈到一个Hybrid呢 Hybrid就是在7月1号之前 所有的申请者有资格有机会去购买你所喜爱的Hybrid这款车型 所以关于新车的选择就集中在这四项里面 然后我们来做一个更详细的一个分析 我们想先谈一下 花一点时间谈一下关于Hybrid这个车 因为呢它很容易 跟那一个的 回收式的那种 对 外插电的混合动力车很小 所以很多人说 我要买混合动力车 这里面如果没有这个清晰的概念 你可以就在申请和7月1号这个申请时间和项目资金的选择上会有一个极大的坑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Hybrid呢 从严格来讲它叫普通的也是最初的一个混合动力车 然后呢 外插电的混合动力车呢 它是以大家顾名思义它是需要用来外接插电的 它在英文名上呢也非常相似 我们看见普通的混合动力车就叫Hybrid 而外插电的叫Hybrid加上Plugin 而Plugin的这个英文 英文连词的就是一个插电的这个动作 对 然后我们这是一个从名称上 我们来做一个区别 第二个呢 它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第一个呢 它的动力部分 Hybrid它的原动力 原始动力 只有汽油 这一项 而为什么也叫混合动力呢 它是通过把它 它汽车发动机高速运转产生的电能 回收在汽车里面 比如说小电池里面 然后再使在利用这个回收的电能 它就产生了混合动力这一说 但是呢 它的原动力还单单在汽车这一块 嗯 现在大家有个概念了啊 就是大家说呀 这个车特别好用 省油并且不麻烦 不用充电 好 我们再回头来看这个外插电 外插电的动力呢 它是两个部分 一个Hybrid 大家已经非常清楚 它是用汽油的 嗯 那个Plug-in呢 它是外插电的 而这个电源呢 它是由我们加州 金色的阳光和那样的一个风能 嗯 它是一个绝对的清洁能源 好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 它的动力的部分是不一样的 同时呢 它的使用上也有区别 第二个来讲呢 关于Hybrid 它的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参数 是关于MPG MPG它代表什么 就是每个人所跑的里程数 油耗 油耗 对对对 我们总是一句话就很简洁的 就总结了 总结了 非常好 然后呢 如果你要购买这个Hybrid的车呢 一定要满足政府的这个要求 它的MPG要在35以上 省油的车 对对对 省油的车 对于这个其他的车辆没有这样一个要求 然后因为这样的不一样呢 它带来的奖金额都是有区别的 而且非常大的区别 第一个的Hybrid呢 它的最高奖励金额是7000块钱 就是这也是6月30号以前申请的朋友们 这也是最后一次机会 而对于呢 外查电视的混合动力车呢 它的起步在7月1号以后就是1万 而且可以叠加其他的政府的支柱款 只要你符合你所购买的车符合相应的政策 嗯 明白 所以就是7月1号之后 我们是Hybrid加PlugIn呢 是可以TradeIn的 就是不能TradeIn了 就可以置换了对吧 对对对 所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这里面是专门为那些喜爱Hybrid车的朋友 第一个你如果要申请一定在6月30号以前 所以我们所剩的时间非常非常有限了 两天 两天时间 好 对 那其他的车辆都还在开放中 所以这一个是我们重点为大家 关于Hybrid这个概念 我们做一些说明 嗯 好 那有一个比较比较个人的问题 想问一下就是我不是去这块新车吗 那我的旧车是要给政府回收吗 还是是要怎么样呢 哎呀 我觉得我们组织人特别体谅大家的啊 特别了解大家的需要 对 非常需要 按照政府的规定呢 它的原始动力的 它不是收购你的旧车 而是因为环保 加州的 我们上期有提到 加州的空气品质实际上是低于美国国家标准的 这对于一个政府还对民生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通过调念呢 发现这个污染源主要是来自于老旧汽车的尾气和工业排放 而汽车呢 是私人物品 按照美国的法律呢 它是不能够强行处理的 所以呢政府的它是拿出这一笔钱来 来只要你愿意放弃 放弃的意义就是你啊 就是你愿意交给 把这个车交给政府去处理 也就不再在市面上处理 不再在市面上使用和污朗 增加排放 对对对 明白明白 好那有一个问题就是那这笔钱呢 OK了我愿意交给政府处理了 那我现在想要这笔钱 这笔钱是怎么给到我 直接打到账上吗 打REDeposit是这样子的吗 这也是啊 其实这个计划呢 它整个从申请资格的确认 到申请到奖励金的下来 然后到使用到选车 到再一次的款项到位和交回汽车 救车 这整个过程差不多有八个到十个步骤 其实是相当复杂的 是 我们就单单刚才主持人回答这个问题了 他就可以展开我们可以再谈一两个小时 简单回答就是 这笔资金呢 它是以一个贷金券的形式发放给大家 大家只有通过到政府指定的车行 去购买新车能够兑现 可能我这样一说的可能问题又来了 那为什么要到政府指定的车行去了 就非常简单 这些指定的车行 第一个就是大家平常见到的 一些普通的正常的专业的这些车行 为什么要跟政府签约呢 当我们刚才提到 它是一个贷金券 你如果拿到一个车行 它如果负责人 跟美国政府没有签约 它是不会收理这一个 要合作 没有合作的话 它是不是不可能找政府能够拿到这笔钱的 所以我们要讲到这里 大家就应该很明白了 好的 那其实我们今天最主题的一趴就是 选什么样的车 现代的车 还有全全电车 还有这样的一个轻汽车 好 那我们呢 就简单的我们来提供一下 第一个呢 我们还是照顾一下 跟Hybrid的朋友 关于这个呢 我们选车的时候呢 我们基本上的有一个整合 我们一个整合 第一个我们还是喜欢找最好品质的这一些车辆 所以呢 这一个呢 今天我为大家呢 带来了美国专业机构所提供的这样一个排名 可以供大家参考 第二个就是 在这个政策里面 在这样一个政府的支柱里面 政府对车辆的一个要求 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关于签约车行 如果你需要用这笔资金去购买全新的车 那一定要有这类的车的车行 它是有跟政府签约的 否则的这个代金券呢 就不能够使用 所以还有一个就是 它的奖励金的额度 是不是能够能够跟其他的支付和是一个整合 所以它我们简单的总结一点就是 如何要选择车 我们最少要考虑四大因素 第一个车的品质 车的价位 第二个呢 政府它的规定 第四个呢 就是关于是否有这样签约的车 它能够配合 当然还有一点我们也可以增加说五点 就是这一个1万2 是否能够跟其他的政府支柱金 能够整合达到利益最大化 简单来讲 那你支付的额度就最少 就最轻松便宜 我们直接进入到车型的选择吧 对因为之前我们也讲了很多有关于这些政策上面的 就是首先第一个我现在看到这个是Toyota 第一个我们谈的关于这一个是一个关于Hybrid的车 我们来看一下关于我们那个专业机构 对于Hybrid的最佳的一个评估 我们看见Handa的CVR 它是排名第一的 以此类推大家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有不同款式的这样的Hybrid的车 我们就在这里了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只是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展示 所以这款车是我们是推荐的 我们是推荐的 就是可以是推荐的 然后待会在我们整个介绍完之后 我今天为大家带来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礼物 就是2024年最新政府支柱车辆的清单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工程 但是我们在久去过去中 我们做了这样一个原创 也是我们为今天大家准备的 我们放在最后再做介绍 好 那我们来看推荐的第二款车 好 第二款车呢 就是关于外插电子混合动力车 我们在这样一个专业的排名里面 我们看见Toyota的Prius Palm有排名第一 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因为美神车啊 对对对对我们也要在这里简单提一下 就是在油电魂里面的确实是日本丰田 它的技术是遥遥领先也是最成熟的 而且它在车款上面的它做了非常多的一个更新 包括它的这个Raffle的Prom也是水油电魂 好 来我们来看下一款推荐的车 好 第三类呢就是讲的就是一个纯电车 纯电车它是完全以充电为主的 就像Tesla一样 但是我们看见这是专业机构的平民 排名第一呢是我们的Hunde 这一款车 大家可能就就会很好奇 为什么Tesla没有 来进入这个领域 它无论是在全电车还是油电魂里面 它都有非常傲人的这样的一个 成绩吧 一个排名 但是呢为什么大家选择Tesla的 大家知道Tesla是在就像丰田一样 Tesla在纯电车里面它是一个鼻祝 Handa的我们排名的是做大家一个参考 因为我们也有一些我们的一些客人呢 在购买Handa之后 过了三年之后他们也出现一些状况 所以我们对一个车的评估呢 是要通过很多的方便技术参数 也有我们个人的喜好 还有包括自助各方面做一个评估 好所以这个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就是它是一匹黑马 不要纯电车只认识Tesla 我们还有下一款车 我们来推荐一下 看一下还有什么神车 好我们刚才提到的三内车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氢气车 氢气车呢 这款呢我们就是当然在 在所有氢气车里面还是Toyota的氢气车 蛮精准的问题啊 政府讲的新车的概念 它其实是说比你原来 在误览严重的那个车要新 所以呢从购买选车上来讲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就是你可以选择全新的车 也可以选择二手车 二手车相对新车来讲 有更广泛的这样的一个选择范围 其中的一个二手车的车行呢 CarMax大家应该有印象 它是在全美国排名第一的二手车 所以我们相信单单就这一个车行 可以为你提供理所心意的任何的品牌的和价位的 这样一些二手车的选择 也同时的二手车申请之后 购买之后 你还可以有一个4000美金的 一个奖励金的一个申请资格 所以我们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 它都我相信一定都会给你带来很多的惊喜 那我们接下来还有就是要介绍一些别的政策 或者是车辆方面的问题 比如说刚您提到的这个清单要分享给大家吗 这一个车辆的选择它是极其复杂的 我们久记得在过去服务大家的过程中呢 我们也看见了大家的这种真的困惑和需要 所以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我们做了一个 我们久记独创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清单 我们把整个行业的专业机构的排名的层次报告 把专业机构的这样一个排名和政府 它能够提供的有车行提供的车辆 包括这个车辆的评分它的价位 还有车行的签约的情况 我们都做了一个整合 这份资料我相信一定会带给你极大的一个帮助 是极具这样的一个使用价值的 所以我们是要扫码才能获得吗 因为这份资料我们确实花了非常多的心力 所以我们也非常感谢那些来关注我们这样 在诺程焦点上这样一个专栏 为了答谢那些关注我们的这样一个朋友 我们有一个小小的一个要求 就是凡是在我们这期栏目和是未来栏目里面 对这个栏目有点赞订阅并且分享的朋友 我们将遵守你这个极具实用价值的 这样一个9G原创的这样支柱的清单 好我们来捋清楚一下这个获得清单的一个程序 就是如果你有点赞和订阅我们的这个路程焦点 本期节目或者说是以往的所有的栏目的话 首先你给我们点个小小的赞 然后再给我们点个小小的关注 把它截屏截下来 然后再发到我们这个甘文老师的微信上面去 他发现你确实有在关注我们 然后他就会把这份清单分享给您 这是我们这个操作方式 大家可以去操作一下 毕竟那个清单肯定是费了很大的力气 才能够把它罗列下来 像我们刚提到的 您想要知道什么样的车能够被政府资助 其实有很多方面的条件 比如说车行啊 比如说车辆的选择啊 还有一些你旧车的选择 你的收入你的地区等等等等 所以啊这份清单呢 其实是对您换新车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不妨你就给我们点个关注点个赞啊 那这样子我们就能够获得这份清单了 这样作为我们领取礼物的一个凭证 是明白 那好那其实今天呢 基本上我们是有回顾了上一期 我们的这个就车换新车的政策 还有我们也回顾了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有的时候不仅要know how know why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然后呢我们今天呢 也给大家讲了一下新车的选择 包括hybrid以及hybrid plug-in的这个区别 值得注意的是其实7月1号开始我们的政策就要迎来新的拐点了 所以啊这个时间只剩下两天 如果你想要换7月1号之前的新车的话 那赶紧加我们甘露老师的微信去联系他和他的团队 那他们会为您做出最好的选择 那在节目的最后甘露老师还有什么想要跟我们补充一下的吗 对就关于这个我们说到很多来电大家就就会问说 诶这个计划那么诱人同时我们真的很需要 然后我们要怎么申请 对 这个呢我们也在这里了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9G是一个专业的一个服务机构 我们不但是能够精准的解读政策 我们更是提供一战式的这样一个一战式的专业服务 而且呢最重要的是我们有在过去 过去七八年的时间我们服务成功服务了 成北上千的家庭和个人 并且我们赢得了非常好的一个口碑 不关是我们的专业态度专业水者更在于说 我们亲民的价格和没有任何 我们的原则就是诚信 没有任何的欺哄和任何的隐形费用 所以我们要讲到我们还有一点 就是我们9G最大的心愿 我们看见我们华人的需要 我们更是愿意了自立于创建一个高品质专业机构 能够为我们的华人提供一个 能够链接能够建立一个高品质的专业机构 为在美的华人精准解读资助政策 并能够赢得公平的公共资源和发展机会 我们也希望下一位能够服务的 就是在屏幕前的你 好的也感谢甘露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资讯 十分有用 那上一期节目我们也是收到了很多很多观众的留言 当然最快捷有效的方式 其实就是添加我们甘露老师的微信 他会亲自解答您的疑问 还有千万不要忘记我们今天提出的一个独家小活动 如果您点赞并且关注我们的屏幕上面的这个节目 或者说是我们的频道的话 那甘露老师会给您发一份资助的车的清单 我们要再次强调这份清单是费了很大的心力才整理出来的 一定会为您的这个换新车的这个任务 达成一个很好的帮助 那我们也再次感谢甘露老师为我们今天提供的信息 谢谢您 好感谢主持人感谢大家 好的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 拜拜